来关心中国新闻 观众朋友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三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杨家袭警事件 2008年杨家袭警案的当事人杨家 被中共当局枪杀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这个案子当时呢 引发了公众对中共暴力执法的关注和思考 三年过去了 民众并没有忘记杨家 这几天中国的网民为了纪念杨家敢于反抗强权 在网络上发起活动 得到各方的回响 一起来关心 三年前的11月26号 杀紧杨家被执行死刑 中国网民这几天在网上发起 纪念杨家三周年活动 律师刘晓元在推特写道 三年前的今天 北京杨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死刑 此案引起全社会关注和思考 但让人不愿看到的是 执法机关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 暴力执法仍然非常的普遍 面对强权欺凌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2007年10月 杨家到上海旅游时被上海杂贝分局民警盘查 民警质疑他有偷窃行为 并在执法过程中对他进行了侮辱和殴打 杨家多次向上海警方申诉 没有结果 2008年7月1号 杨家带刀到上海公安局杂贝分局讨说法 过程中导致6人死亡 5人受伤 杨家被判处死刑 三年来每到杨家忌日 杨家所在的公墓就被警方控制 包括全程监控杨家母亲王静梅对他的悼念过程 杨家的母亲王静梅在杨家被捕后不久 也被中共当局控制 被关在北京一家精神病院内 不允许他对外界公开资讯为杨家作证 他在杨家临行前几天见到了杨家 杨家对着母亲笑了 王静梅当时并不知道 那是儿子最后的笑容 我当然不希望我儿子去这么去做了 可能杨家呢 他也走正当渠道了 所有的正当渠道他走到了 我28年跟他的接触嘛 就是了解他特别人来说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阳光的青年 非常遵守法的 就是在他出事的头一分钟 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没有意思没法的事情 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暴力执法事件频传 一些民众遭到公权力的暴力殴打 比如强拆案件与承管执法等 同时公检法中的不规范 不仅杨家体会到了 很多人也体会到了 有律师认为中国网民对杨家的纪念 并不是主张以暴制暴 而是通过杨家来表达对专制特权的不满 因为在中国除了杨家 好像没有谁真正仅仅是为了尊严 而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的其他的物质利益 去这么用命去 去这样去表示这个 对尊严的这种捍卫吧 用生命捍卫这种人的尊严 捍卫人权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多 所以肯定是大家就对他要表示怀念了 李天天律师认为 中共专制政权得不到监督 权力滥用有如滚雪球般膨胀 包括法律虽然制定的很好 但是对政府官员的这种惩罚制度 都非常的微弱 基本上本应没有空设 很多法条也是空法条 比如对法官错判案子的处罚呀 是吧 警察办错案子的处罚呀 还有就是这种官员的这种失职呀 这都没有什么处罚的规定 就是犹豫的时候也是白样子的 而大陆围权人士胡军呼吁中共的公安远景思考 为什么人民对杨家如此赞扬与怀念 还有很多人都会到杨家的墓上去 杨家的墓送上一束送花 这就是一个中共的体制 对这个老百姓的长期的施暴 就是说希望就是看到像杨家这样的人 能够有勇气和这个邪恶势力进行抗争吧 把它列为一种中国人的英勇士和侠客 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情怀 从这里面可以折射出中共的邪恶到了什么程度 新团记者带进周平周天采访报道 應再ounge 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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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